爸爸我要睡覺了 你要早點回家哟 我要趕快睡覺了 你不回會抓走我了 好趕快睡覺喔 你沒有說愛你 你還沒說愛我呢 爸爸 爸爸 好啦愛你趕快睡覺 媽媽臨時常在IG上分享 家中寶貝安的友誌日常 媽媽表示平常安最喜歡黏著爸爸 這天爸爸因為去應酬比較晚回家 他要睡覺時就打算傳語音給爸爸 而後媽媽接回手機發現 語音全都是滿音雜交 還叫爸爸快說愛他 讓媽媽哭笑不得表示這種小三該怎麼處理 爸爸我要睡覺了 你要早點回家哟 好趕快睡覺喔 你還沒說愛我呢 爸爸 好啦愛你趕快睡覺 媽媽也分享安總是嫌棄她的鞋子很臭 叫安穩爸爸的襪子時 安都會秒答香噴噴 讓媽媽十分無奈問到我在家中有地位嗎 不行金 不要啦那是我老公 那是我老公 那是我老公 誰的 再說一遍阿 那是我 動 不行金 不要啦那是我老公 那是我老公 誰的 再說一遍阿 那是我 動 爸爸很享受美 可以拼一個兒子 讓老公吃醋 可以拼一個兒子 讓老公吃醋 不 不是 那你附膜那麼多吃鹹的東西要讓老公 沒有 有 好趕 你是想吃湯婆才來附膜耶 是嗎 是 你很聰明耶 你很聰明耶 你給你吃 不要吃 你還在幹嘛 我沒有吃 吃給他送醫院 是 你覺得他在咳嗽阿 我叫你說水 你又不喝水了 他不好意思直接入主題 先鋪個墊 我女兒兩歲的時候也會這樣